宝宝一出生就当上了八道总裁 就连用的马桶都是纯金打造 只因他和别的宝宝与众不同 其他宝宝把爽身粉拍在屁屁上 他却拍在脸上 别的宝宝把袜子穿在脚上 他却把袜子套在手上 就连穿个内裤他都要缓着穿 可到了分配奶嘴时 他却感觉有点不对劲 赶紧把头掉了过来 看来这智商不低于380 最后一个环节 只要会微笑就可以顺利通过 可他却偏偏没有反应 下一秒 他直接被分配到另一边 穿上西装 擦亮小皮鞋 戴上手表 再配个公文包 下一秒 他直接被传送到办公室 可接到的第一项任务 竟然是和别人家的宝宝争宠 这恐怕有点难吧 毕竟人家的宝宝才是亲生的 他卖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来到一处豪宅 这姿势简直是自信满满 遇见挡路的自行车 毫不犹豫一组踢开 可这个动作正好引起男孩的注意 男孩十分气愤跑了出去 可宝宝已经被父母抱在了环眼 男孩被眼前的一目睛入 他原想告诉父母刚刚看到的一切 可宝宝为了转移父母的疏忆力 直接哭了起来 到了夜里 哥哥突然听到弟弟的房间有说话声 他好奇地上前查看 这时他发现弟弟正在打电话 眼看被哥哥发现 弟弟却一点也不害怕 并说如果哥哥揭穿他的秘密 他将抢走父母全部的爱 为了得到父母的宠爱 小宝每天都哭闹不哭 就连吃饭也不能安静 父母用尽各种办法哄他开心 从小宝来到家里后 父母把所有精力都用来照顾他 而且家里到处都是弟弟的玩具 就连大宝洗个澡 弟弟也要一起洗 最终累得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而这时的大宝却很不开心 与此同时他也在想办法揭穿小宝 这天几个宝宝来小宝家做客 但看起来又像在布置工作 大宝为了拿到证据 把宝宝们说的话入进磁带里 可当他准备将证据拿走时 却被宝宝们发现 并让他交出磁带 大宝二话不说撒鸭子就跑 眼看就能把证据交给父母 可就在这时 一群宝宝拦住了他的去 宝宝们把他团团为主 为了抢夺大宝手中的磁带 宝宝们开始不振 情急之下 大宝掉头就跑 胖宝见状追了过来 却用力过猛 直接冲破围墙跑了出去 女宝骑着玩具车也追了过去 眼看就要拿到磁带 下一秒 车子却掉进沙堆里 就在大宝高兴之际 磁带却被三胞胎宝宝抢了 可一个不注意 拖车绳却落在原地 大宝猛拽拖车绳 只见三胞胎宝宝直接飞出去 幸好胖宝迅速赶来 接住了三胞胎 这时小宝开着跑车腾空而起 成功抢到磁带 为了拿回磁带 大宝拿起加特林就冲小宝开火 胖宝看到后 奋不顾身地挡在小宝前面 好在小宝没有受伤 可胖宝却被打成了刺猬 直接把小宝甩进房间 这时大宝却抓起小宝 想用橡皮筋把他弹出去 可就在这时父母及时赶到 小宝赶紧装枯 突然磁带冲窗口弹了出去 正好被过往的汽车压碎 没有了证据 大宝有苦难言 还被父母关进了禁闭室 长这么大 他第一次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严厉 这时小宝走了进来 并说出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说着就拿出两个奶嘴 俩人用力瞬息 突然 奇妙的一幕瞬间发生 他们竟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原来就在几年前 宝宝集团前任总裁 因为吃得太好 身体开始长大 老大看他不再是宝宝 于是解雇了他 为了夺回宝宝公司 他开创了一家狗狗公司 利用狗狗获得人类的喜爱 从而打败宝宝集团 而眼前这个爱心图 就是人类爱心的分布图 以前人类最爱的是宝宝 可现在却把爱都给了狗狗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宝宝们将失去人类的疼爱 因为大宝的父母 都在狗狗集团工作 所以小宝来到大宝家 目的就是想弄清原因 搜集有力证据 如果小宝能完成这项工作 他也将成为公司的开幕 会拥有最舒适的办公室 上厕所都用纯金制作的马桶 如果没有完成工作 则会被宝宝公司开除 大宝知道一切后 决定帮助小宝一起完成这项工作 从那以后 他们一起研究狗狗公司 突然有一天 父母带着他们去狗狗公司上班 这也意味着机会来了 两个宝宝离开父母的视线 小宝假扮狗狗的样子去收集资料 大宝则躲在暗处悄悄指挥 让人没想到的是 所有狗狗都把小宝当成了伙伴 还被保安抓了起来 小宝怕暴露身份 对着保安的脸一顿狂脸 保安这才放下小宝 随后兄弟俩来到了资料室 并发现了狗狗集团的重要文件 可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铁文字从天而降 把他们牢牢地碰住 很明显这是一个圈套 而策划这一切 正是狗狗集团的光头老大 他命手下抢走了小宝的神奇酸奶 因为狗狗吃了这种神奇的酸奶 就会保持呆萌状态 从而被人类宠爱 随后光头让手下扮成庸人照顾兄弟俩 又以工作为借口 骗走了他们的父母 可让光头想不到的是 兄弟俩竟足之多母 开始制作秘密武器 利用吸尘器把庸人喷成了绿巨人 最后兄弟俩逃了出来 可庸人紧跟其后 危机时刻 小宝只能找同伙帮忙 他是史上最有劲的宝宝 得到宝贝老板的呼叫 徒手掰开了床栏杆赶去支援 其他宝宝也迅速赶来 三胞胎宝宝使用看家本领 对着庸人就是一顿猛揍 与此同时 胖宝拿出武器 随后腾空而起 对着庸人就是一顿狂揍 可庸人却掰坏了他的兵器 气得胖宝直接拔掉了庸人的睫毛 庸人一气之下 把胖宝扔了出去 与此同时 哥哥带着小宝迅速逃跑 他们来到机场 看见了电梯上的父母 哥哥想跑过去叫住父母 可就在这时 小宝的神奇酸奶已经失效 便回了平凡宝宝 眼看小宝就要被高跟鞋踩到 这时哥哥及时出现抱起了他 这也错过和父母见面的机会 他们坐着飞机离开了 哥哥担心父母会被光头伤害 直接对小宝发起了脾气 无奈的小宝转身离开 哥哥则在原地伤心难过 突然小宝打来电话向哥哥道歉 兄弟俩相互谅解 决定乘坐下一班飞机去找父母 他们趁人不被溜进飞机 很快就来到了狗狗预售现场 在舞台上 光头推出了刚刚研制出来的狗狗 刚一亮相就得到了人们的喜爱 他们宁愿把宝宝送给路人 也要去拥抱可爱的狗狗 此时的光头看到大宝后 直接打开箱子 把他们的父母装了进去 随后便要逃跑 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 兄弟俩对光头进行了攻击 一番打斗后 光头掉进神奇酸奶尸里 兄弟俩顺着管子来到总部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数不清的耐狗 原来光头想用火箭 将狗狗发往全国各地 让狗狗占领人类的宠爱 此时离火箭发射还有两分钟 眼看火箭发射时间就要到了 哥哥直接将小宝扔到舱门上 小宝打开舱门 所有的狗狗都逃了出去 眼看火箭就要发射 可这时小宝又变成了普通婴儿 哥哥集中生智 唱起了小宝爱听的歌曲 小宝听到歌声后 才缓缓地爬了过来 哥哥抱着小宝赶紧让他喝了神气酸奶 小宝又变回了霸道总裁 突然掉进酸奶池的光头 又变成胖宝宝 他气冲冲地奔向小宝 两个宝宝准备较量一番 可就在这时 他被一旁的大叔抱走了 大叔转身的那一刻 俩人都露出了怀疑人生的表情 最后小宝完成了任务 他向宝宝们告别后 回去当上了自己的霸道总裁 可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突然有一天 小宝收到一封信和一个大箱子 打开箱子 里面都是小宝最喜欢的玩具 而信上面写着 哥哥希望小宝回去 看到这个消息 小宝无比地开心 他辞掉了霸道总裁的职务 重新回到了父母身边 故事也到此结束 那如果宝宝和宠物狗都摆在你面前 你会选择哪个呢